歡迎回到Java程式設計新手教學的第12集 那在這一集裡面呢 我們要講一個新的語法 它叫做佛迴圈 那相信之前如果有稍微接觸過程式設計這塊領域的人 可能都有聽過佛迴圈這個東西 因為它也是非常有用 它是一種迴圈 在我看來它跟懷爾迴圈其實是非常像的 但是不一樣的點就是 為什麼我會把佛迴圈擺在講完懷爾迴圈 又講完if else語法之後才來說呢 這是因為它有比較多的細節需要注意 而且會用到非常多我們之前學過的東西 把它綜合在一起 那我們可以使用佛迴圈語法去做出一些更方便更細部的迴圈控制 那這個佛迴圈的教學呢 我會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這部教學片 這個部分將會告訴你佛迴圈它基本的語法 就是像文法一樣 就是它基本的語法是什麼樣子 那再簡單的用一個小例子來示範它 那下一個部分呢就會實地應用佛迴圈 組合我們之前學過的一些switch還是什麼的 然後把它和if else組起來 再另外寫一個小程式這樣 好的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來寫這個佛迴圈吧 首先我先把上一次的東西刪掉 首先是語法的部分 佛迴圈的語法跟懷爾迴圈其實非常相似 懷爾迴圈它大概樣子是長這樣 一個懷爾然後再接一個括號 括號裡面放條件 然後這邊是它要重複執行的部分 當這邊的條件是true的時候呢 它就會不斷執行裡面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的懷爾迴圈 那for迴圈它跟懷爾迴圈 大體上是意外的相似 真的 你看 for迴圈的語法就是這樣 一個for 然後也是一個括號 然後下面的這個大括號裡面呢 是放它要重複執行的東西放在這邊 那 不一樣的地方就在這個 這對小括號裡面 不同於我們之前學過的懷爾迴圈 懷爾迴圈小括號裡面是放 剛剛說過的嘛 就是它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如果是true是真的的話呢 這個迴圈就會一直去執行 那如果是false它就會跳出迴圈 那這個for迴圈裡面也是 就是需要放東西 可是它要放三個東西 而不是只有一個東西而已 那麼是哪三個東西呢 首先它必須有一個初始條件 我們這邊就打個1代表第一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初始條件 我們用分號把它割開 它每一個條件打完之後呢 就要用個分號割開 這是初始 初始的情況是怎樣 這迴圈剛開始執行的情況是怎樣 那下一個位置呢 它要放的是第二個位置 這個位置它要放的就跟懷爾迴圈一樣 就是 是 這是一個條件 另外一個條件 它是什麼條件呢 就是迴圈要不要繼續執行的條件 懷爾迴圈裡面呢 它放這個東西條件 它如果是true的話 這個迴圈就會繼續執行嘛 那for迴圈也是 基本上這個位置放的跟懷爾迴圈 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這個迴圈 要不要繼續執行 的條件 就是看這個敘述 那第三個位置呢 我們再用分號 這邊打個3 第三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它放的要是 這個迴圈 這個每一次它都會 不斷執行這個大括號裡面的東西嘛 那每一次執行完這個大括號裡面的東西後 它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放來第三個位置 比如說 我每次執行完這個括號裡面 我就要 嗯 我就希望 在這邊 把一個變數 递增或递減 之類的 就把它放在這邊 那這邊的 敘述寫好之後呢 每一次這個迴圈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 執行一下 這邊的東西 執行完之後再繼續從 判斷說 這邊條件是不是符合 然後它符合了 我再繼續執行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首先 是一個初始條件 那 我們 初始 在寫回軒的時候 通常 作為控制用的 變數 通常是用整數啦 所以我們這邊就先 宣告int 叫做x 好了 我們先給它0 它就是0 然後呢 我們這邊就要放初始條件 所謂的初始條件就是 某種初始條件 好 就像這樣 我們把x放這邊 然後我們說x等於0 好 這邊可以其實不用了 好 我隨便打一個好了 -100 這樣 就是我一開始先把x初始化 隨便給它一個-100 好 你也可以不寫 這裡都沒問題 這是隨便 你只要宣告出這個變數就好 你宣告出一個變數之後呢 好 我就把這個變數放在這邊 當成初始條件 我 否回軒一開始就說 我們先把x變成0 這個位置的東西 就只會執行一次而已 就在回軒開始之前 它就先把這東西執行一次 它就把x變成0 這是我們的初始條件 我們要讓一開始的時候 x是0 因為這邊還沒給值嘛 我們就先把它弄成0 好的 那這邊這個2呢 這個位置放了還記得嗎 就是一個 控制回軒要不要再繼續重複執行的條件 那這邊就跟華爾回軒一樣 假設我們這個回軒要執行10次好了 好 首先它一開始進來這個4回軒 它就會先把這個初始條件執行過 所以x就變成0了 x裡面存了0之後 然後它就開始先看看 x的條件 是不是有符合這裡面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邊裡面的東西 就先把它打成 假設 我們說x小於10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有了回軒要不要繼續執行的條件 它進來之後 x等於0之後 它就先看看x是不是小於10 你就會發現x是0嘛 所以它的確是小於10 這邊是true 所以這個回軒就會開始執行囉 可是 你會發現 當你沒有打 這個 每次回軒執行完 要做的事情的時候呢 你每次的x都是0嘛 就跟華爾回軒一樣 這樣每次x都是0 它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回來 再check x是不是小於10 就發現它是0還是0 所以它一定小於10 這樣是不是就永遠跑不完了呢 所以呢 通常在這個分號的後面 第三個條件的位置 我們就會打說 每一次這個回軒執行完之後呢 每一次的回軒執行完之後 它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來讓x 地震1 x++ 好 那我們現在再重新來看看 這邊 4回軒 它需要放三個東西 在它的小括號裡面 這對小括號裡面 那三個東西呢 這邊裡面有三個 1 2 3 這三個東西 中間都分別需要用分號 來把它隔開 就兩個分號 隔出三個位置 那第一個位置放的是 初始條件 也就是我們x 一開始 在否回軒 剛進來 剛要執行否回軒之前 它要先執行這個初始條件 只執行一次而已 之後就不會再動這邊了 那中間這個位置放的是 回軒 要不要繼續執行下去的條件 如果這邊條件是true 這個回軒就會再執行一次 然後再回來看 是不是true 直到它不是位置 回軒就結束 跳出去 跑到這邊來 那 這邊的第三個位置放的是 你每一次回軒 執行完的時候 比如說裡面的東西 有一行 兩行 三行 我們現在有三行東西 執行完第三行之後呢 它就會來執行這裡面的東西 執行完這裡面的東西 執行完這裡面的東西 它就會繼續從頭開始執行 可是在從頭開始執行之前 因為它是回軒 所以它又會再重新檢查一下 我們現在是不是還要繼續執行這個回軒呢 在這樣的語法之下呢 我們來實地跟著電腦想一次 首先 我們一開始 否回軒嘛 我們寫這樣 我們程式執行完 好 宣告一個x 一個變數之後呢 就看到否回軒了 它看到否回軒之後呢 它首先 就是先執行初始條件嘛 剛剛說過 所以x就變成0了 現在x是0 那x是0之後 x當然是小於10嘛 所以回軒就開始執行 回軒開始執行的時候呢 執行 我想它裡面的東西很多 執行完喔 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先做這件事情 x++ 所以現在x就變1了嘛 那現在x變1之後呢 它 又要重新執行裡面的東西嘛 可是記得在重新執行 回軒裡面的東西之前呢 它要先 再檢查一下 這個 這個條件是不是符合 中間這個 條件是不是符合 發現它變1 1還是小於10 所以符合嘛 所以回軒繼續執行 它要再執行一次 執行完之後呢 它就會 就做這件事情 x就變2 那 又 重新回到一開始的地方 2 小於10嘛 所以它就繼續執行 執行完之後 x就變3 然後它就看 3小於10 我們就繼續執行 一直執行一直執行 直到 這邊 原本是9了喔 所以它執行完之後 x++ 9變成10了 10的話呢 它就不會執行了嘛 對不對 10等於10 10沒有小於10了 所以它就會跳出來了 它就不會執行 它就直接跳出來 那麼 這樣的 x 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們的初始條件是這樣 然後 要不要 繼續執行 下一步 的條件是這樣 那每一次 每一個回圈 做完的時候 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否回圈 那麼 這樣 這麼的一個否回圈 它會重複執行 這個 這個大瓜糊裡面的東西幾次呢 我們來想想 它會執行幾次 首先 我們先看到 一開始 x是0 0的時候一定會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它0的時候會執行一次 然後1的時候也會再執行一次 2的時候也會再執行一次 直到9 9的時候它也會繼續執行 它變成10的時候呢 回圈就不會做了 變成10的時候它就跳出來 所以x在0到9的時候 裡面的東西都會被各執行一次 所以總共是 10個 它會執行10次嘛 0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這樣有10個 10個數字 它從0的會一次 然後9的會一次這樣 那要怎麼 驗證這件事情呢 那我們很簡單 一樣是把變數印出 變數印出 那我們要印出什麼呢 當然就是印出這個x 因為這個x在變 第一次是0 它發現0小於10 它就開始執行回圈 它就會把 裡面要做的事情 就只有把x印出來 所以一開始x是0 那執行完這個東西之後呢 它就會跑來執行這裡面 因為結束了嘛 到底了 它就會先來執行這裡面 x++ x變1了 它發現1小於10 所以回圈又繼續執行 然後變2 2又加加變3 然後要從頭的之前呢 它會先檢查一下 3這樣 直到變成10 它變成10的時候 就發現不行了 10 它已經等於10了 沒有小於10了 這時候它就會跳出來 所以我們印出來的數字 應該是只有0到9 因為一旦x變成10 它在檢查的時候就沒通過 所以回圈就結束了 它就跑到這邊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就來執行一下 嘿 你會看到 國安如我們的預期 0123456789 123456789 它總共執行了10次嘛 那這次的教學 就先在這邊告一段落 這部分呢 就是佛迴圈的語法部分 請各位可以先自己熟悉一下 可以試試看各種情況下 它會有什麼樣的行為出現 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出錯呢 那出錯的時候要怎麼解決呢 各位都可以先想一想 那我們在下一部分的佛迴圈教學呢 我們就會來實地的應用這種佛迴圈的語法 來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不過我現在還沒有想到 要做什麼事齁 就是沒有特別想說 特別想要寫某一個城市或某一個小遊戲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 我們下一次教學裡面 教的城市要難一點 還是不要太難呢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會